从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前女友 患上癌症不去治疗 竟然嚣张地跑到前男友的家 丝毫不顾及在旁边的老婆 嚎啕大叫地逼着婆婆把儿媳妇赶走 各种哭诉自己癌症复发了 想要完成嫁入豪门的遗愿 初恋的无理娶闹让婆媳二人都没辙 还是舅舅及时回来把她扔开 她终于见到这个让姐姐受折磨的女人了 立刻要拖出去打一顿才行 可初恋却无所畏惧 还发誓要把瞬机不看回手的秘密 彻底曝光出来 瞬机懒得搭理了 任由这事情的爆发 初恋被舅舅无情地认出来 她赤裸着脚走回家 却再也忍不住癌症的疼痛 躺在地上哭起来 丹飞因为忍受不了被初恋意志折磨家人 她跑来揪着初恋的衣服 发誓一定会守护婆婆的秘密 两人直接扭打起来 打了十多分钟 怀孕的丹飞战斗力比癌症的初恋略胜一筹 初恋被打趴了 脸色立刻苍白起来 初恋癌症痛到倒地不起 这让丹飞慌了 只好把她送到医院 这才从医生口中得知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 现在就算做抗癌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 最多能挺得过三个月 初恋当然不肯把最后的时间留在医院 她立刻逃跑了 丹飞忍不住向婆婆宣泄情绪 今天她真的想去杀了初恋的 得知她只剩三个月却突然心疼了 只觉得大家都是可怜人 婆媳二人忍不住握着手相互安慰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丹飞的奶奶突然失踪了 就在大家四处寻找时 却被会长公共发现 奶奶又老年痴呆了 嘴里一直喃喃着要去找自己的儿媳妇圣吉 这让会长再刺起心 询问亲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被吓到了 老三岳母赶紧谎称 自己的小名也叫圣吉 亲家母的眼神慌张 让会长难以幸福 她直接回家询问老婆 是不是和亲家奶奶认识 顺吉当然慌张地否认了 可会长也不是傻子 这段时间总感觉大家有秘密隐瞒 为了想知道这其中的真相 会长决定从亲家奶奶这里调查清楚 她直接派手下去调查俩人的关系 但结果俩人并没有任何联系 原来顺吉是后来采办到那边 所以亲家奶奶的故乡和老婆的孤儿院 不是同一个地方 这让会长松了一口气 拗悔自己的怀疑太荒唐了 然而就在这时 发疯的初恋却把会长约了出来 她彻底破罐子破摔 说出顺机拆散自己和置换的爱情 理由只因为曾经当过酒店女而已 初恋委屈巴巴的哭诉 眼见会长还没有心软 她立刻就曝光初顺机结过婚的事 认为她都能再婚凭什么自己不能嫁进去 原本以为会长会恼羞承诺 但却没想到 初恋心灰意冷了 她做梦都没想到会长竟然丝毫不生老婆的气 甚至自己差点搭进牢房 回家绝望到各种摔洞系 她彻底没有任何底牌了 一丝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慢慢孤独的等死 可会长虽然在表面为老婆说话 但内心却十分的失望 她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相信初恋的话 可回家看到顺机却控制不住的怒气 她爱是老婆是不是有事隐瞒自己 眼见这是最后辩解的机会 顺机知道暴风雨来临了 她直接下跪想说出一切 舅舅还怕姐姐被赶出去竟然撒谎了 这让顺机备受煎熬 她不想再有任何隐瞒 刚想说出庆家公是自己前夫时 会长却直接走人了 顺机不死心的追上去想再坦白 可会长却沉浸在悲伤中 一直述说着俩人曾经的点点滴滴 丝毫不给老婆一点辩解的机会 只换只好把母亲带走 老公的前女友得了癌症 老婆居然还菩萨心肠的跑来 非要带她去化疗 可没想到一个转身 自己居然被初恋推下楼梯了 面对丹飞无助的祈求 初恋竟然无情的逃跑了 丹飞想死的心都有了 自己怀着孩子还想着就属情敌 却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初恋回到房间被吓到不行 她早就黑话做尽坏事 要是丹飞就这样流产去世 自己说不定就能顶替位置加入好门了 初恋纠结了十多分钟 幸亏她迷途之反了 立刻跑出来给丹飞披上毛巾 幸亏初恋还留存着一丝善意 毕竟丹飞是唯一一个是到如今还关心自己的人 她立刻给婆婆打电话 告知所有人快点来医院 丹飞被紧急抢救中 因为出血严重要住院观察 但要是无法止血可能还要自然流产才行 一家人都被吓到不行 看到罪魁祸首的初恋 智患恨不得杀了她 初恋累了 她其实早就知道这段感情一丝希望都没有 只是垂死挣扎而已 但要是能救活丹飞肚子里的孩子 自己内心也能少些愧疚 胎儿的心跳虽然薄弱 但信号保住了 大家悬着的心智才放下来 儿子还在苦口婆心的希望爸爸原谅母亲 认为妈妈曾经也流产过是可怜人 不应该再次被抛弃 会长心情十分的复杂 得知是初恋导致儿媳妇差点流产 会长立刻恼羞承诺 直接冲过来质问 她到底是不是故意把儿媳妇推下楼的 如果有半句假话 那她这辈子就死在牢里 初恋本就不是故意的 赶紧坦白是失误 不仅如此 会长还想知道是否有别的事情隐瞒着 初恋为顺基保住了最后一个名秘 也算是弥补对丹飞的愧疚了 毕竟要是曝光初辣 丹飞和顺基婆媳俩的婚姻估计都保不住了 此时的顺基早就收拾好所有行李 认定会被老公赶出去了 正打算说出前夫的身份时 没想到会长却已经心软 他原谅了老婆在婚的欺骗 只希望老婆不要再隐瞒别的事情就好 得知初恋帮自己撒了谎 这让顺基是分感激 他再次隐瞒下来了 毕竟如果没有人再曝光 那秘密一定能沉入海底 顺基好奇的来询问初恋为什么良心发现 却看到他已经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了 顺基和丹飞的善良 居然挽回了初恋最后的善念 他彻底放弃复仇了 偷偷跑到医院看着知患的背影 无声的道别就这样离开了 他从实质中都只是想要挽回知患 并不是真心想要陷害丹飞和顺基的 大家的生活都回到正轨 丹飞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而婆婆和公共的感情也在慢慢缓和 想不到弟妹闺蜜 这次使管婴儿居然成功了 闺蜜苦尽但来终于怀上孩子 一家人开心极了 闺蜜还给丹飞送了宝宝的衣服 很惭愧之前让他打掉孩子的话 毕竟他知道丹飞怀孕也很不容易 周里的友情在慢慢恢复 弟弟忍不住下跪向老婆道歉 他主动承认一次和酒店女犯错的事 不想和母亲一样有所隐瞒 然后闹得天翻地覆 闺蜜气到不行 直接把老公扔出去惩罚一顿 但很快就原谅他了 毕竟闺蜜更爱肚子里的孩子 一家人的日子照常过着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会长居然在聚会中听到亲家母的八卦 大家都在议论老三岳母曾经毁掉别人的家庭 还导致原配流产歌腕自杀 这让会长被吓到了 原配的情况和自己老婆的遭遇好像 再加上亲家奶奶一直说顺机是他儿媳妇 会长很怀疑 他再次召集俩家人聚会 在饭局上 老三岳母因为想掐住原配的喉咙 各种在挑衅顺机 会长这次全程听进去了 扎钱夫也坐不住 喝醉后各种宣泄着对女婿的不满 毕竟智患一直都没给岳父岳母好脸色过 会长脸色十分的难看 认为儿子和老婆依然有事隐瞒自己 就在他想破脑袋时 终于亲眼目睹亲家公和老婆单独相处 一想到亲家公使老婆的前夫 会长就无法控制住暴脾气 他立刻冲回家想抓各现场丑闻 看到老婆一个人坐在家 会长丝毫不相信 各种翻相导柜认为 他一定把前夫藏在柜子里了 确信没有人这才恢复理智 会长感受到无尽的背叛 他才刚原谅老婆曾经结过婚流产的事实 昨天又得知儿媳妇的父亲是老婆的前夫 他再也无法原谅老婆的欺骗 会长偷偷派人24小时跟踪着老婆 得知在门口当保安的亲家公卧名其妙早退 会长又还怕俩人偷偷约会 他立刻跑到跟踪的酒店想再次抓见 这次居然真的看到老婆在跟男人见面 没想到这居然是顺基朋友的前夫 顺基只是被老朋友叫过来帮忙而已 会长被自己的行为拘止吓到 他不过一切地逃跑了 控制不住对老婆的失望 却也不想说出自己发现真相 半夜偷偷拿出派人调查的所有资料 这里全部都是老婆和亲家公 曾经当夫妻的照片 他气到流泪 认定老婆时到如今依然和前夫暧昧不清 发誓要彻底报复着该死的女人 会长第二天直接把亲家母约出来 好奇地询问他上次为何让自己管好老婆 老三岳母本就嚣张 当然说原配的坏话 各种抱怨顺基偷偷把老公约出去见面 这让会长更加确信俩人未来隐去 就在这时扎前夫又不要脸的跑过来 扯着顺基的手费要谈一谈 一位老三老婆刚刚给自己打电话了 怀疑顺基说他坏话了 会长目睹了这一幕 他彻底忍无可忍 直接就着前夫的衣服扔进房间 瞬机的秘密彻底被老公发现 还是以最糟糕的方式暴露 扎前夫被吓到溜走 赶紧让女婿进去支指会长发怒 志幻慌了 各种替母亲说话 可会长根本听不进去 认为她就是一个撒谎诚信的女人 还发誓要让老婆赔偿所有的精神损失费 更加不会轻易离婚罢休的 志幻愧就急了 发誓一定会守护好母亲 他直接向父亲下跪 坦白都是自己想隐瞒才不让母亲说出口 母亲并不是一个撒谎的女人 是可怜的受害者 志幻从晚上跪到了白天 一直在述说着母亲的悲惨经历 瞬机也一直在门口哭泣 得知亲家公母30年前的所作所为越听越生气 先不提老婆的隐瞒 会长更加气扎前夫和老三的践踏 他直接抄起高尔夫球棍 立刻就冲到亲家大闹一场 会长扔下一打钱就走了 因为资深素养甚至都没打到他们身上 可老三岳母却不要脸到极致 竟然还打电话报警 酷诉亲家公司闯民宅 要把他抓到监狱去 还是扎前傅优点脸挂断电话 得知父母被公共欺负 丹飞虽然有些心疼 但并不打算回家 他要留在这守着婆婆 绝对不能让婆婆受到一丝伤害 顺激欲哭无泪 很庆幸自己还有儿子 儿媳妇保护着 致幻一直紧紧跟在父亲的背后 正怕他因此想不开 会长舒缓情绪后才回来 可他当然也不会轻易原谅老婆 各种言语羞辱他 也不准让老婆离开家里颁布 顺激忍受着辱骂 还是丹飞看不下去 直接跪在公共的面前道歉 都是自己父母犯下的错 希望他原谅婆婆 要惩罚就惩罚 身为父母女儿的自己就好 因为是最看好的儿媳妇 会长有一丝心软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 扎前夫和老三赶来 看到女儿跪下来又犯病了 竟然认为是会长逼着女儿下跪 还厚脸皮的逼着会长道歉 你别给我滚了 因为无法接受完美的老婆 曾经结过婚 竟然离谱到要给大儿子 做亲子鉴定 认为儿子曾经是早产儿 居然怀疑自己 喜当爹养了别人的野种 老公的话 让顺激的心被狠狠捅了一刀 他可以则骂自己 隐瞒结婚的事实 但绝对不能这样侮辱儿子 然而会长却丝毫不在乎 他超级注重家族的血脉 第二天毫不犹豫 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非要让大儿子 跟自己去做亲子鉴定一探究竟 顺激居然难得发怒 他是死都不肯答应 做亲子鉴定 然而老婆的这种态度 却让会长更加起心了 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反对 得知亲家要做鉴定 老三岳母被吓到不行 突然怀疑当年原配 是不是真的流产了 扎前妇突然也害怕 他只是看着顺激掉下楼 见死不救 却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流产 俩人突然感到毛骨悚然 要是真如此 那志幻和丹妃不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吗 近亲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生子的 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 扎前妇立刻去阻止会长做鉴定 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可会长对扎前妇恨之入骨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 直接无情的吓住柯林了 扎前妇慌张的又给顺激打电话确认 当年是不是真的流产 得知前妇找过老公 顺激气到挂断电话 他就知道扎前妇只会有事情 果真会长因为老婆是死反对 进驾公又过来阻止 这让会长更加发誓要做鉴定 非要现在拉着儿子去医院 无论顺激怎么阻止 会长都丝毫不妥协 直接带着儿子出去了 致幻性是淡淡 可顺激却被吓到贪倒在地 他彻底对老公失望了 父子俩都主动提取了头发和唾液 鉴定结果需要等待两天 这两天所有人都备受煎熬 得知哥哥去做鉴定 幼稚的弟弟也坐不住了 他和父亲一样无法接受母亲曾经结过婚 认为母亲在心中的形象崩塌了 他居然也想要做亲子鉴定 怀疑自己也不是父亲的儿子 儿子的怀疑让顺激痛苦不堪 他就知道这份鉴定会让家人的信念彻底崩塌 所以才会是死反对 然而会长的折磨还不肯停止 喝得醉醺醺就质问老婆 怎么不给自己脱衣服 顺激只好像个犯人一样起身次后 可会长又不断地嘲讽 还威胁老婆要是现在坦白儿子的亲生父亲 那自己还可以原谅 顺激都懒得说话了 顺激懒得搭理直接离开了 认为离婚才能让老公恢复正常 他放弃对这段婚姻的维持了 也彻底失望老公对自己的不信任 可会长却不以为然 第二天在饭桌上依然言语羞辱 还嘲笑老婆昨晚居然敢提出离婚 丝毫不顾及顺激在孩子面前的脸面 智患和丹妃无比的心疼母亲 顺激依然一句话都不想说 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智患当然是会长和顺激的亲生儿子 会长悬着的心智才放了下来 立刻笑得嘴都喝不上 然而下一秒就想哭了 他突然觉得自己好被擦 居然伤害了无辜的儿子 可又无法控制住对老婆被判的厌恶 会长越想越生气 喝得醉醺醺竟然扯着老婆想一起去死 为了报复老婆隐瞒结过婚 竟然跑到老学妹的家业不归宿 又故意拿着女人房间的钥匙跟老婆炫耀 想让她也尝尝背叛的感觉 面对老公不停的羞辱 顺激当然感到扎心 曾经自己就是被前夫跟老三践踏抛弃的可怜女人 是遇到现老公才慢慢走出来 却没想到还是重蹈覆辙了 只不过现在她累了 不想再深究受到伤害 会长喝的醉醺醺 又故意带着学妹回来秀恩爱 还表示这是自己的女朋友 以后也要住进这个家 幸亏老学妹是好人 不想贪这浑水直接溜走了 老公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顺激心口插一刀 顺激无声的落泪 这次老公就算要劈腿 自己还真阻止不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重蹈覆辙 就在这时不要脸的扎前夫还打来电话 居然怀疑顺激离婚时想跟自己就情复然 顺激太冤我了 回想起扎前夫不断的践踏 老三的各种威胁和嘲讽 现老公的怀疑 他太冤我了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凭什么被这两个人扎害到家破人亡 顺激再也忍无可忍 他大半夜直接冲到前夫的家 这个房间他当然熟悉 立刻跑到厨房拿出两盆水 直接浇在这俩人身上 扎前夫和老三嚣张的嘴脸左右夹击 顺激是看在奶奶的份上才离开了 独自跑到酒吧唱歌宣泄情绪 他太冤我了 不明白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自己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丹妃的奶奶居然留下一封一束离家出走了 奶奶想一死来让儿子清醒 希望儿子和老三媳妇 能真心向顺激赎罪得到原谅 奶奶还给会长留下一封信 阐述儿子对顺激的伤害 希望他不要在顺激伤口上撒盐 得知奶奶离家出走 前夫慌了 立刻跑出去寻找 可老三去丝毫不在乎 还跑到婆家要报复回来 他咽不下昨天被泼水的气 居然拿着一盆水想泼回去 老三把奶奶离家出走的错怪在顺激身上 丝毫不把一束上的自当回事 就在这时老三接到警察局的电话 没想到前夫居然被抓了 原来没用的前夫因为没找到奶奶 跑到算命那里想求神保佑 又因为被骗前大闹一场 所以被拘留了 几个大人都找不到奶奶 还是会长偷偷排人去寻找 在奶奶跳河的关键时刻把他送到医院 看到儿子过来 奶奶丝毫不想指示他 依然渴望儿子能向顺激赎罪 可扎前夫并不认为自己有多过分 他当年只不过是想追求爱情而已 有必要到现在还放不下吗 奶奶身为女人能理解顺激的苦 他让儿子把丹妃想象成顺激 如果丹妃现在怀着运备置换背叛 又被置换推下楼海盗流产 还割腕自杀 这样能理解顺激的痛苦了吗 每天想到父亲是抛弃婆婆的渣男前夫 丹妃就无法原谅爸爸 真诚的希望父亲能因为即将诞生的孙子 去向婆婆赎罪 被女儿这样嫌弃 渣父亲难受极了 奶奶又一直以死歇最希望儿子 去得到前妻的原谅 渣父彻底反思抛弃遭坑之期的过错 他直接过来想得到原谅 渣前夫迟到30年的真诚道歉 却只是为了自己输心而已 顺激死都不肯原谅他 看着老婆这么痛苦 会长当然也是分难受 老婆连渣前夫都无法原谅 又怎么能希望自己原谅他 欺瞒30年结过婚的事呢 会长认为自己受到的伤害不比老婆少 不允许老婆再提出离婚的事 顺激难受极了 不明白为何善良的人一直受到折磨 而坏人却总是那么嚣张 奶奶差点挑将去世了 而老三去还是那么厚脸皮 认为奶奶只不过是作秀而已 还打算把奶奶扔到养老院也不见为尽 这样自己就能和女儿一起住了 老三嚣张地跑来找亲家公 还不死心地提出女儿和女婿分家的事 他知道女婿名下有一栋高级别墅 想让怀孕的女儿搬过去 而自己会委屈求全的过去照料女儿生产 表面上是为了单飞 实际上是想霸占别墅 会长忍不住想笑 老三亲家母这不明白的想揪占雀巢吗 会长彻底认亲亲家公路的丑陋面貌 忍不住给老婆打电话骂了一顿 他怎么能因为那种可恶的人渣害到割腕自杀 会长又气又急 就因为明白对方的人体 才更加心疼老婆的遭遇 看到爸爸也被岳母折磨 儿子再也忍无可忍了 跑来质问岳父为什么能这么自私 致幻恨不得把所有财产都认给他们 只希望岳父岳母能滚远点就好 扎钱夫因为莫名其妙 直接给了女婿一拳 致幻委屈到不行 一气之下就离开了 扎钱夫这才接到老婆打来的抱怨电话 才明白女婿是因为老婆过去要别墅才生气 正打算追上去到前十 一辆大卡车居然飞快冲过来 扎钱夫为了救女婿居然被车撞了 俩人立刻被送到紧急室抢救 致幻轻微骨折只是皮外伤 而扎钱夫严重出血需要动手术 一家人着急赶来 丹妃只知道致幻受伤了 因为会长隐瞒了亲家公救人的事 毕竟丹妃即将生产 害怕他承受不住 致幻很快就醒过来了 等到他过来看望岳父时 却看到他在重症病房醒不过来 老三越母委屈巴巴 各种怒斥致幻要害死自己的老公 致幻愧就急了 忍不住抱着母亲懊悔 要是岳父因自己而死 那丹妃该怎么办 顺机忍不住抱着儿子安慰 只能祈祷前夫能醒过来就好 正打算过去看望前夫时 却看到老公跟老学妹在抱怨 老公的抱怨让顺机无比的难受 却也没资格责怪他 夫妻之间相互在内心埋怨 这段婚姻中就要走不下去了 就在顺机过去看望前夫时 没想到他竟然因为生命突然停止 又被紧急抢救 顺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 可现在却希望他能挺过来 毕竟不能让儿子一辈子背负的 害死人的愧疚 原以为他能度过难关 却被医生通知 因为内脏受损严重出血 恐怕很难度过今天了 就要道别的话要抓紧时间 这恶号让老三要绝望了 老公怎么能就这样离开 奶奶吓到倒地不起 置换无比的绝望 这时候绝对不能隐瞒丹妃了 置换带着老婆来到重症禀房 难受的告诉他就下自己性命的人是岳父 希望他为了宝宝不要太过崩溃 得知爸爸只剩最后一晚 丹妃要崩溃了 他昨天才因为责怪父亲 说希望自己是孤儿 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道歉 居然就阴阳相隔了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被车撞死了 他忍不住暗笑 原来抛弃遭康治期的人渣真的会遭停歉 可顺机又忍不住感到悲哀 因为扎钱富士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才去世 怨怨相报的念缘到死都断不了 果然老三因为无法接受宁记轻轻就手寡 各种发疯的认为 老公是被女婿和原配害死的 逼着女儿立刻离婚 丹妃难受极了 他当然知道这场事故只是意外 可老三却不以为然 各种扯着女婿的衣服发疯 看到原配没有出现 老三又不断地言语羞辱 会长不想搭理他的无理取闹 匆忙拜访一下就离开 可老三又发疯了 直接推开庆架攻各种怒吼 看到母亲这么痛苦 丹妃内心无比的难受 她被夹在中间更加左右为难 毕竟母亲现在只剩下自己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女人突然悄悄来祭奠 却又默默地离开了 这让老三觉得莫名其妙 但因为太悲伤就没当回事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不简单 顺基因为收到保安 是送来前夫的义务 意外发现他居然随身携带着神秘的合照 就是来葬礼拜访的女人 俩人亲密地像一对恩爱夫妻 这让顺基纳闷了 原来扎前夫抛弃遭抗治妻后 又因为老三太闹腾 心里一直在惦记着原配 偷偷在外面找了和顺基一样 温和的老四当伴侣 就在顺基怀疑女人的身份时 老三又打来电话发疯 各种怒斥顺基只是儿子害死自己的老公 发誓绝对不会放过原配 顺基懒得搭理直接挂断电话 他绝对不会再任由老三欺负了 现在自己手里可有了张王牌 果然老三因为不甘心手寡 第二天醉醺醺就跑来婆家发疯 逼着女儿收拾行李立刻搬出去 不断地言语嘲讽顺基害死老公 各种掀翻桌子发狂 发誓绝对不会原谅任何人 丹妃只能不断为母亲道歉 会长无法容忍亲嫁一直无理取闹 直接叫人把老三扔到精神病院了 已久经重毒神之不清关起来 老三立刻被吓醒 根本不知道自己犯啥错了 会长第二天才慢悠悠地过来 老三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刑 被吓到不敢再小看倾驾功了 可他一出来就翻脸了 立刻向女儿告状会长的所作所为 害怕丹妃会被会长欺负 委屈巴巴地让女儿不准回婆家 他不能连女儿都失去 得知父亲的做法 置换也有些无法接受 他本就愧就岳父救了自己 也不想让丹妃一直被嫁在中间 居然主动向父母提出要分家 他想带着岳母一起生活赎罪 顺基当然不肯让儿子永远被老三掐住喉咙 可置换心意已决 丝毫不愿意妥协 会长考虑在三后也答应了 只希望倾驾母不要再踏进半步就行 这样自己也能慢慢是怀人谅老婆 夫妻俩才能恢复感情 顺基难受极了 痛斥扎钱赴死了后还在折磨自己 他忍不住过来灵堂诺之前夫 也希望老三能迷途之法 没想到让老三又无会了 因为灵堂上每天都放着黄菊 老三认定是原配每天都偷摸过来 顺基百口莫辩 俩人都不知道其实是老四放的 老三丝毫不顾顺基的解释 竟然直接冲到亲家公的公司 当着股东们的面大闹一场 等到顺基赶过来时 才知道老三让老公脸面惊失了 小儿子气到怒吼 无法原谅母亲偷偷去看望炸前夫 导致自己和父亲丢脸到家 顺基痛苦不堪 公司里疑问纷纷 都在嘲笑会长和老婆的前夫结成亲家 顺基背折磨到不行 更加不想让儿子分家和老三住 为了掐住老三的喉咙 他又拿出王牌了 顺基立刻叫朋友调查照片上老四的地址 发现他居然是在不远处开花店的老板 而且还把俩人的合照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就在顺基想办法邀约见老四时 这时老三又因为女儿突然不见 直接跑过来发疯让原配交出女儿 顺基再也忍无可忍了 毁掉原配的家庭一次也就算了 得知原配在婚嫁了各富豪 竟然又故意想要挑拨别人毁掉她的婚姻 老三再次成功挑拨到原配的家庭 果然老学妹因为被动摇 立刻给顺基打电话约见 一脸受害者的模样 认为要是顺基继续花心 自己就不会坐视不管了 依正言辞地认为自己是在挽救受伤的会长 看到老学妹和老三一样的后脸提 顺基太无语了 顺基不想搭理老学妹直接离开 本想找弟弟谈一下心事 去到理发店却发现 弟弟竟然跟前夫的妹妹在一起了 姑姑被吓到不行 一不小心还暴露了怀孕 顺基本就烦躁 弟弟还来火上浇油 他刚想骂一顿 可舅舅却委屈到大喊 其实他三十年前就跟姑姑相爱了 就因为姐姐和姐夫的恩怨 他也身材分手 他不想再放弃爱情 弟弟的埋怨让顺基愣住了 他并不知道三十年前扼杀了弟弟的爱情 他隐瞒结过婚只是想守护家人 现在却感觉什么都错了 顺基十分难受 幸亏还有两个儿媳妇守护着 二媳妇为了还和婆婆跟老公的关系 特地把他带过来 没想到小儿子还是那么不懂事 居然怒吼妈妈出现在公司太丢脸了 二媳妇愧就急了 赶紧解释因为公司有人议论婆婆 老公打了对方一顿才那么生气 这让顺基又痛苦了 仿佛自己的存在给家人带来太多伤害 此时的老三又打来电话威胁 只要他继续待在这个家 自己就会永远折磨所有人 顺基痛苦不堪 他做了个慎重的决定 彻底选择离开生活三十年的家 给老公留下离婚协议书和婚戒 还有自己亲手之的毛衣 既是为了让家人恢复笑容 也是为了守护家人 得知顺基离开 所有人这才后悔莫及 舅舅酷诉怪自己埋怨姐姐 置患懊悔没有保护好母亲 会长沉默不语 只有弟弟还依然在责怪母亲 顺基离开后立刻来老三家 威胁他要是在赶着摸家人 自己立刻买下这间房子 把他赶出去 还会亲手把每天喝酒的他 以酒精中毒扔到精神病院去 顺基的发很成功把老三吓到 他就是气软怕硬 立刻瘫倒在地上不敢动他 顺基为了活出自己 特地重新学习料理 他本来就很喜欢做甜点 把这些年存下的钱开了一间甜品店 店面不大但日子很充实 老朋友特地送来花篮祝贺 好奇他怎么没有去找花店的老四见面 顺基都懵了 他最近忙到忘了这一茶 包着好奇的心态去见老四一面 看到顺基老四并不惊讶 甚至已经从前夫那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 老四温婉的模样和顺基 就像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看到顺基拿出的合照 他也没有隐瞒 直接坦白自己的身份 老四的话让顺基梦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前夫抛弃自己后 在和老三结婚的这三十年间 有时五年都在跟老四见面 为了不让儿媳单妃受到伤害 顺基原本想隐瞒下来 可没想到老三这段时间一点都没有闲着 不仅在篡动老学妹勾搭会长 又假惺惺的说要让女儿离婚 暗示要别墅之类的话 会长表面微笑却句句很多 他早就知道是亲嫁母挑拨老学妹 他丝毫没有要离婚的想法 一直都没有提交离婚写一书 还表示如果想要单妃和儿子离婚的话 就直接打官司 更要让亲嫁母赔偿赛养费 老三根本不是会长的对手 气到又去折磨顺基 发誓要去公司大事宣扬会长和老学妹的丑闻 瞬机气到不行直接冲来他家 为了保护老公 他要拿出啥手锏了 交张老女人自认为是真爱 没想到意外害死老公守寡后 又发现还有年轻老四的存在 老三瞬间感到晴天霹雳 他绝对不能被原配嘲笑 立刻约见所谓的老四要谈一谈 看到对方是比自己年轻又有能力的女人 老三瞬间被逼下去了 老四一脸温婉的模样 深情的述说着和对方这十多年来的爱情 老四口中的真爱让老三气到不行 死都不肯相信去世的老公会这样对自己 立刻打电话给原配 认定是他花钱去买通对方欺骗自己的 瞬机懒得搭理就直接挂断 任由他自己调查清楚 老三把所有气全部撒在无辜的奶奶和姑姑身上 得知去世的儿子还有女人 奶奶都懵了 自己一辈子那么善良 怎么就生出这种人渣呢 老四十分尊敬原配 还特地给顺基送来花篮 希望他能转交给怀孕的丹妃 他知道渣前夫很疼爱女儿 担心丹妃知道后悔很痛苦 也希望能守住这秘密不让丹妃知道 顺基也同样的想法 没想到就在这时老三又跑来想指责顺基 撞接俩人私下见面 老三更加认定是原配的计谋 各种指责他到底收了多少钱 老四懒得搭理直接离胎 你给亲家 你给得一个鸡 年轻老四虽然温婉 但又不像顺基一样懦弱 立刻碾压交纵的老三了 老三气到咬牙切齿 依然认为没有证据 绝对不会相信这一切 他立刻把丹妃叫回来 委屈巴巴地哭诉他婆婆疯了 居然诬陷去世的老公 丝毫不顾及女儿还有孕在身 得知爸爸还有女人 丹妃立刻蒙了 还是姑姑赶紧把丹妃带出去 毕竟丹妃还有一个月就生了 当妈的怎么能这么自私 不为女儿着想 丹妃知道婆婆不会撒谎 赶紧过来想得到确定的回答 顺基都对老三无语死了 安慰儿媳不要太难过 很亏就让丹妃受到伤害了 还拿出老四送给他的华篮 虽然前夫当老公太渣 但作为父亲并没有对不起女儿 顺基安慰完丹妃立刻打电话 骂了老三一顿 老三依然不相信各种非要拿出证据才行 顺基气道不行 要证据的话 他还真有让人颠覆三观的铁证 顺基立刻叫人给老三打电话 表示扎钱赴死钱买了巨额保险 让他立刻过来认领 老三受宠若惊 这可是能证明自己是真爱的铁证 不然不会留保险费给自己 就在他兴奋的要给原配打电话过来见证时 顺基缓缓走来 这份保险就在他的手上 这让老三立刻感到不安 他心惊胆战地打开保险单 居然发现老公的巨额保险受益人竟然是老四 顺基的话直接给了老三当头一棒 他彻底认清是实了 但他可不愿意就这样妥协 发誓绝对不能变成和顺基一样的糟糠之旗 他直接跑到花店给了老四一盆冷水 发疯地逼着他立刻把老公的巨额保险费交出来 但老四可不像顺基那么软弱 立刻嘲讽自己才是真爱 老三气道不行 居然发疯到直接砸烂所有花盆 发誓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妥协 俩人僵持不下 老四直接把他告到警察局了 还是丹妃过来把母亲赎回来 得知父亲的行为 丹妃既难受又痛苦 他主动过来花店 把母亲惹事的钱放下就离开 老四很心疼丹妃 还想挽留他心平气和的谈一谈 丹妃的话狠狠地刺痛了老四 毕竟无论谁才是真爱 都没资格去毁掉别人的家庭 因为老四的存在 这下顺基终于能落个清静了 他本来就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就好 家人都知道顺基在这里开店 致幻会偶尔过来帮忙换灯泡 而弟弟则会在店门口偷看 他当然懊悔对母亲的责骂 而老公为了照顾老婆的生意 甚至隔三差五地叫人帮忙买甜品 看到许久未见的老公 顺基心情十分的复杂 会长因为纽约有生意决定要出国几年 所以过来想道别一下 内心也在渴望他能挽留 但顺基因为愧疚并没有资格 只祝福他一定要健康就好 原以为老三不会闹腾了 没想到他竟然直接把奶奶和姑姑赶出家门了 还嘲讽婆婆去找第三个媳妇伺候就好 奶奶因为愧疚也只好主动离开了 扎儿子花心到死 却让家人一直受到伤害 姑姑因为所有工资都上交给大嫂身无分文 只好在桑拿房过日子 年事已高的奶奶不停地咳嗽也没钱去医院 而嚣张老三还在家发疯的撕烂扎老公的所有照片 还打算拉着女儿重新拍全家福 老三丝毫不顾及女儿即将生产 还各种惹是生非 但非带着肚子赶紧跑出去四处寻找 只能拉上舅舅过来帮忙 幸亏很快就找到 奶奶咳嗽不止还发烧了 只能在舅舅的理发店度过难关 而此时的嚣张老三居然又找上原配 他打不过年轻老四 只好来刁难顺基把老公的保险金交出来 顺基直接下令 要老三把奶奶和姑姑亲自带回家道歉 还有签署一辈子都不能逼着丹妃和儿子离婚的保证 那自己就可以把保险金交出来 老三死要面子当然不肯答应 他立刻就去找律师要打官司 可他根本没有能证明 老公跟老四的不论证据 更何况老公现在都死了 官司根本没有胜算 老三气到一肚子别去 直接抄起锤子要砸烂老公的骨灰盒 幸亏是丹妃一直拦着母亲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老三彻底沦落成可怜的糟糠之妻 承受着原配三十年前因自己所受的伤害 就在他还在想方法要搞事情时 顺基霸气地把奶奶和姑姑带回来 他竟然用保险金把这间房子买下来了 而且写在奶奶的名下 奶奶瞬间从奴隶翻身当主人 顺基终于霸气一回 老三彻底沦落为寄人篱下的可怜人了 得知婆婆把事情搞定 丹妃悬着的心智才放下来 她也一直努力维护着没有婆婆的家庭 就连公公的生活都料理得十分好 随时等着婆婆回来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 会长居然已经买好费往纽约的机票 还有离婚协议 这让丹妃慌了 立刻告诉老公 可知患早就知情 她也阻止很多次都没办法 丹妃不想让公婆彻底分开 跑来公司想让公公留下 可会长心意已决 丹妃又不死心地站在公司门口等到下班 而媳妇大着肚子这样劝和 会长也心软了 她的确没有真正开口挽回过这段感情 毕竟俩人一直很相爱 就在这时发疯的老三因为在家待不下去 又跑来顺机家发疯 各种怒斥她毁掉自己的爱情和人生 会长正好过来 看到老婆受欺负当然气到不行 会长的真情告白 让背后的瞬机忍不住落泪 而老三彻底崩溃了 他一直嘲笑袁佩是被男人抛弃的命 现在却才发现自己多么可笑 老公一半的人生都给了袁佩 而跟自己结婚的这30年间 却和袁佩同款的老四相恋15年 更加是因为女儿才没有私奔 老三这才知道自己所谓的真爱 在老公心里根本不值一提 他彻底颠覆三观了 会长因为丹菲的劝和 认真地说出对老婆的感情 只要他一句话挽留就不会再去纽约 顺机强忍着情感 依然把老公退出去 他始终很愧疚 不希望老公一辈子因自己而痛苦 丹菲一直不死心地想说服婆婆 而身为老公的置患也没有闲着 他也在努力帮助岳母振作起来 因为老三整天喝酒 酒精中毒停不下来到要治疗的程度 置患各种想说服岳母去医院 可老三却无动于衷 依然每天喝酒发疯 没想到报应来临 他左腿竟然中风瘫痪了 老三瞬间吓到嚎啕大叫委屈巴巴 得知妈妈中风瘫痪 丹菲被吓到狂跑回家 导致肚子痛到不行 最近因为母亲 他带着肚子奔波到过度劳累 置患直接把家里所有的酒瓶都收起来 表示自己会照顾好这边的事 不想让老婆累倒 小两口努力再用自己的方式维护两个家庭 奶奶还半夜起身偷偷照料着老三媳妇的腿 可老三却丝毫不感恩 第二天发现还是不能下床又大哭大闹 立刻把女儿叫回来嚎啕大叫 哭诉一定是女婿故意不肯治疗她的腿 这日性的模样让姑姑都看不下去 而身为医生的置患更加无奈 她直接翻箱倒柜 果真找到岳母藏在柜子里的酒 所有人都那么努力在帮她 很愤怒岳母是到如今还这么远行 女孩怀孕带着肚子每天狂跑 竟然导致羊水提前破裂 丹妃痛到倒地不起 这边居然还没有一个人在 幸亏此时公共正好打来电话 会长已经准备飞往纽约 听到儿媳妇求助的惨夕 她立刻掉头把儿媳送到医院 再分娩式的丹妃痛到不行 她肚子才刚刚八个月 现在算是早产了 丹妃痛到直接晕倒 幸亏小孩顺利出生 是可爱的小公主一枚 因为早产还有黄胆 扔下来就立刻要打针 在保温香维持生命 所有人都为丹妃这八个月心疼不已 毕竟这段时间发生太多事了 老三母亲因为中风瘫痪 只能拄着拐走过来 她彻底清醒了 着急的让只换只好她的腿 不能以这幅得心让孙子看到窘迫一面 没想到一个不小心还摔倒了 看到老三这一幕 原配顺机又欺又无奈 原配和老三见面依然免不了吵架 但顺机满满的责怪中带着关心 老三运气简直不要太好 坏事做尽所有人都惯着她 幸亏她也见见知错了 不敢再搞什么幺蛾子 此时的丹妃还在不死心的想满留会长 希望她能留下别去纽约 就连置换也过来求情 不能让这个家就这样散了 会长虽然心意已决 可却控制不住的动摇 无论是谁来挽留她都无动于衷 内心只想让老婆把自己留下 喝得醉醺醺和老婆抱怨 她狠狠这段时间对顺机的折磨 也讨厌这样的自己 看到老公这副模样 顺机却还是不赶上前安慰 她心中始终有根刺 就在这时顺机接到寺庙打来的电话 儿子的初恋居然死了 原来初恋放弃复仇后一直躲在寺庙生活 为了弥补所犯下的错在这里赎罪 初恋仅剩的三个月 选择在寺庙度过最后的人生 她死在了许多人陪伴的怀里 她还把写小说大赚一笔的钱 全部都留给了顺机 毕竟这是用顺机血泪使赚的钱 她知道没资格花 初恋的遗愿让顺机无比的心痛 她把这笔钱让儿子用去需要捐助的地方 内心也十分懊悔 因为酒店里的过去 而拆散她和儿子的爱情 所以一直不敢责怪初恋曝光自己的过去 大家都犯过错也彻底知错了 就连老三也迷途知返 她当然知道奶奶每晚偷偷给自己敷腿 还亏就得让她别这样了 奶奶的话让老三忍不住想哭 一打太贵子这才发现 顺机用钱付保险金买下的房子 居然不是写在奶奶名下 一直是写在老三名下的 也是经过奶奶和姑姑的同意才做出的决定 看到一群善良的人无条件保护自己 老三眼泪止不住的流 他再也不敢搞事情了 也明白自己才是罪恶的根源 老三主着拐杖难受的过来顺机这里 今天是亲家公再次坐飞机离开的日子 老三希望顺机能去挽留 毕竟俩人那么相爱 不能因自己的破坏而分开 顺机等了三十年终于等到老三真诚的道歉 他心中的刺就在这里 就是担心老三去折磨老公才不敢挽留 再加上初恋的意愿也是希望夫妻俩幸福 顺机终于鼓起勇气了 他直接跑回家想挽留准备出发的老公 希望俩人能携手过日子 即使有吵闹也想要相互体谅相互扶持 老婆的一番真情告白 让会长有些犹豫了 但他还是直接离开了 顺机忍不住又哭又笑 他知道不会这么轻易能挽留住 但此生也无憾了 毕竟他已经努力过 顺机喝得最寻寻 走到俩人初次相遇的地方 他对老公的爱早就超过什么都不是的扎前夫 嘴里一直喃喃着俩人的过往 没想到一转身 老公居然就在身后 顺机苦尽甘来等到老公的原谅 夫妻俩终于冰释前嫌了 所有人的生活都回到正轨 老三岳母瘫痪的腿也在慢慢恢复 智患的舅舅和丹菲的姑姑也入院举行婚礼结婚 今天还是顺机和老公三十一年的结婚纪念日 智患还特地给爸爸妈妈筹办小婚礼纪念 所有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这不去就到这里大结局了 好人终究有好报 而坏人也得到了惩罚